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 是中国和马来西亚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工程 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 线路全长665公里 穿起了马来西亚东海岸重要城镇和西海岸的经济中心 建设后有望带动马来西亚东海地区经济发展 并极大改善沿线地区互联互通水平 马来西亚登加楼州龙运县泽利甲村 距金龙坡超过350公里 开车需要花四五个小时 泽利甲村距离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再见的车站只有两公里 村长伯拉辛天天都在盼着马东铁早日竣工 据介绍 截至今年二月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建设已完成超过40%进入加速建设期 通车后 从东海岸的吉兰丹州到西海岸的雪兰俄州时间将缩短至四小时 大大方便居民出行 提升物流效率 日前 马来西亚私路之友俱乐部庆祝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系列活动首站 在位于吉兰丹州首府哥打八路的马东铁项目建设现场举行 当地媒体 非政府组织和居民受邀到施工一线感受这个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公使 唐瑞在现场表示 吉兰丹是中马共建一带一路 标志性项目马东铁的起点 中方企业在家境项目建设的同时 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为改善项目沿线老百姓生活 做出贡献 我们再来关注泰国 为了刺激国内消费 泰国政府向国内游客 推出了我们一起履行补贴计划 第五期计划提供的 56万间酒店客房权益 从3月7号开放申请预定 不到4天时间就被抢空 据了解 我们一起履行计划 第五期共提供56万间酒店客房 申请成功的游客 可获得政府40%的房费补贴 但每间房每夜的房费补贴 不超过3000泰铢 约合人民币600元 同时旅客还可以获得 每天600泰铢 约合人民币119元的电子代金券 电子代金券可用于餐饮 景点门票等消费 但不得用于购买机票 按照规定 申请成功的游客行驶相关权益的 期限为本月10号至4月30号 泰国政府为本期计划准备了20亿泰铢 约合人民币4亿元的补贴预算 预计可产生92亿泰铢 约合人民币18亿元的旅游直接收入 泰国政府于2020年7月启动 我们一起履行第一期计划 以刺激国内消费支持旅游业发展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日前表示 该计划前四期使用的政府总预算为 270亿泰铢 约合人民币53亿元 共提供1100多万间客房 为当地经济创造了约490亿泰铢 约合人民币97亿元的收入 本周东南亚的华文媒体 还关注了哪些资讯呢 请雨菲带我们来看 雨菲 好的 张涛 我们首先来看印度尼西亚商报的报道 第13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雅加达推介会 昨天成功举行 印尼贸易部国家出口发展总司 司长马龙洛至此表示 当前印尼和中国的双边关系 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都要稳固和密切 双方高层互访频繁 中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 广交会在两国贸易中 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期待两国未来在经贸方面 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 我们赞办目光转向新加坡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 新加坡成为中国本土咖啡品牌 瑞幸咖啡走向国际的第一站 从3月起 瑞幸咖啡将在新加坡陆续开店 并在4月底开10家门店 据了解这10家门店全是自营模式 在中国市场受欢迎的 数款爆款咖啡 都会在当地门店售卖 也会按照当地人所喜欢的口味 增添新加坡的新款 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越南 据越南人民报网的报道 旅游搜索平台最近推出了 5个东南亚地区女性独自旅行 最安全的旅游目的地名单 越南首都河内榜上有名 那一同入榜的还有新加坡 泰国曼谷 印度尼西亚日惹特区 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浩克友善犯罪率低等 是该平台用来形容和描写 河内的美词 那河内还被评为 物超所值的旅游目的地 好的 以上是相关书里张涛 好的 感谢雨菲的书里 好的 感谢雨菲的书里